炒菜没有水了 阿里山公路旁森林发生火警 干燥环境让火势蔓延 速度超快 从18号下午2点传出火警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从白天烧到黑夜 消防队在台18线拉水线抢救 但还是无法控制火势 福山民隧道也遭浓烟大火吞噬 消防队无法抵达起火地点抢救 由空勤直升机支援 从增魂水库在水空中洒水灭火 但面积已经燃烧0.6公顷 而火势持续燃烧已经超过24小时 希望在观赏櫻花结果有点下去 原本预计上阿里山赏鹰的旅游团 因为火烧山峰路 行程被迫取消换景点 餐厅业者生意也受影响 火警传出一名林雾局人员 因为救火遭落石急重腹部受伤 送医后索性没有大碍 而这一起火烧山还没灭 持续灌酒中 最后公文 嘉宜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